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你的思维 带你深入了解三本即将出版的书籍 这些作品不仅引人入胜 还将揭示出作者们的独特视角和生活故事 首先,乔治·杜雷尔的一作自传 《我和其他动物》将在年底正式上市 这本书结合了他生前未完成的回忆录与未发表的摘录 让读者得以一窥这位自然保护先驱的生活与使命 而他的妻子里,杜雷尔编辑的这本书 将会是对杜雷尔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工作的深刻致敬 接下来,厨艺大师Inergarten的回忆录 当运气来临时要准备好 也将于10月1日上市 他将分享自己艰难的童年和与丈夫超过50年的婚姻生活 这本书不仅提供了关于他生活的罕见视角 还透露了他成功背后的故事 让人想要深入了解这位厨房女王的每一面 最后,我们将聚焦于Ramon Allen的小说《权力》 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探讨了种族 金钱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主角布鲁克,奥尔的自私行为和他对金钱的渴望 无以反映了当今美国梦的扭曲 这些书籍不仅是作者们的生活回顾 更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与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个冬天,两位不同行业的巨头各自推出了备受期待的新作 乔治·杜雷尔的自传《我和其他动物》 《Myself and Other Animals》和《Inergarten》的回忆录 当运气来临时要准备好 这两本书不仅让书迷们兴奋不已 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今年年底,自然学家和作家乔治·杜雷尔·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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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尔的最后一部自传作品 《我和其他动物》将正式面试,这是他百年诞辰前戏的一份特别礼物 这本书由Penguin Random House,PRH,出版 内容取材自杜雷尔生前撰写的回忆录和他1969年未完成的澳大利亚之行作品 杜雷尔的妻子里,杜雷尔·杰尔·杰尔·杰尔亲自编辑并撰写了《影言》 英国公主安妮,HRH Princess Anne,也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 出版商形容这本书为杜雷尔生活的真实故事 书中包括从感人的家庭致敬到金色蝙蝠和粉红鸽子等各种内容 让读者得以一窥这位自然保护先驱的生活点笛 李·杜雷尔在谈到这本书时表示 我非常高兴这些新的乔治·杜雷尔的故事终于能够与世人见面 乔治不仅仅是谈论和写作保护工作 他更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他的使命很简单,拯救兵临绝种的物种 我希望,我和其他动物,能够吸引读者重新回到他的作品中 并感受到他在生前每一个字句背后的使命 这本书将于12月5日由Viking出版 不仅是杜雷尔生平的回顾 更是对他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的致敬 正如编辑Greg Cloud所言 杜雷尔是一位真正的国家瑰宝 杜雷尔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探索 他是小说家劳伦斯·杜雷尔 Lawrence Doreau的弟弟 1925年出生于印度的詹姆斯·赫德普尔 詹姆赫普尔 1928年全家返回英国 随后移居到科福岛 Corefield 杜雷尔的探险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包括巴拉圭、阿根廷、塞拉利昂 墨西哥、毛里求斯、阿萨姆和马达加斯加等地 他一生中写下了37本书籍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 《我的家庭和其他动物》 《My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 这本书记录了他在希腊的生活 并于1987年和2016年改编成两部电视剧 还在2005年拍成电影 另一方面 厨艺大师Inergarten也即将在下个月推出他的回忆录 当运气来临时要准备好 这本书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Garten不仅是一位知名厨师和作家 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生活灵感 在这本回忆录中 Garten首次揭示了他童年生活的罕见视角 以及他与丈夫Jeffrey Garten超过50年的婚姻生活等更多内容 这本书将于10月1日正式发行 但早鸟们现在预购可以享受35%的折扣 硬皮书的价格从34美元降至22美元 Garten在公众视野中已经存在多年 因此你可能觉得自己对他非常了解 然而 他的回忆录揭示了他艰难童年的亲密细节 甚至还有他看似完美的婚姻中的起伏 这本书的热度可见一般 尽管发行日期还有两周 但他已经在亚马逊上成为了畅销书榜首 毫无疑问 他的回忆录将会像热蛋糕一样热卖 价格在10月可能会回升 因此现在以折扣价预购绝对是明智之举 Garten的320页回忆录将以硬皮书 瓶装书 有声书和Kindle电子书的形式在亚马逊上发售 如果你是亚马逊Prime会员 当然可以享受免费配送 如果你还不是会员 也没关系 你可以在这里注册免费的30天试用期 值得一提的是 没有Prime的用户在订单满35美元 时也能享受免费配送的服务 从《自然保护先驱乔治·杜雷尔的冒险故事》 到厨艺大师Inergarten的生活回忆 这两本书都充满了个人情感和真实经历 让人无法抗拒 杜雷尔的故事带我们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奇妙和保护它的迫切性 而Garten的回忆录则让我们看到了 它在屏幕背后的真实生活 从童年的困难到婚姻的甜蜜 这些都让他的粉丝更加了解和喜爱他 这个秋冬 无论你是喜欢探索自然的书迷 还是热爱美食和生活的读者 这两本书都将是你书架上的珍藏 趁着预购优惠和发行热潮 现在就将这两本书添加到你的购物车中 准备好迎接这个冬天的阅读盛宴吧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Ramon Allen的第四部小说《权力》 这部作品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 探讨了白人和黑人角色之间的互动 这次的主角是33岁的布鲁克 奥尔 布鲁克 一位对生活感到失望的前教师 以及他的新雇主 白人亿万富翁阿舍 贾菲 阿舍在晚年决定通过一个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来捐赠自己的财富 在他们的关系初期 阿舍给了布鲁克一个将伴随他整部小说的建议 向世界要求一些东西 要求最好的 要求他 他称他为他的门徒 随着故事的推进 阿拉姆巧妙地构建了一系列相互对应的变化 描绘出2014年美国的缩影 阿舍希望摆脱金钱 而布鲁克则渴望获得它 对于布鲁克来说 90亿之后的岁月让他感受到经济的脆弱 以至于他不得不逃离家乡 找到一份在高端毛线店的兼职工作 而对阿舍而言 90亿却意外地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布鲁克对种族问题感到矛盾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与白人相处 这些人从未讨论过种族问题 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 阿舍则沉思着他剃光的头发会是什么感觉 阿拉姆赋予布鲁克一种自私的特质 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与任何奥特莎 莫什费格 阿特萨莫什佛的主角相媲美 布鲁克并不处于劣势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深受养母的爱护 养母是一位致力于生育正义的律师 拥有良好的朋友和一群非正式的阿姨 还有不错的薪水 这些特点并未沦位陈词烂调 因为阿拉姆的敏锐直觉 让布鲁克的自私性格得以充分展现 如果阿舍的基金会 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避税工具 而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与亨利 基辛格和比尔 科斯比的合影 那么布鲁克的形象同样是美国梦的扭曲 不久之后 我们发现布鲁克为了与阿舍共进昂贵的午餐 而忽视甚至伤害了朋友和家人 花费公司卡进行奢侈消费 追求一个他无法负担的公寓 这种行为无疑会以不好的方式收场 事实上 权力的情节高潮围绕着一个极其丑陋的身份错误展开 阅读后的乐趣在于揣测阿拉姆的尖锐目光 究竟是针对他的角色 还是针对一个将私人财富视为生存手段的国家的结构性缺陷 尽管如此 值得指出的是 布鲁克在工作场所的愚蠢行为让人感到有些疲惫 这一指控更应该归咎于出版界 而非阿拉姆 在2020年的《光泽》和2023年的《黄脸》中 我们这十年来一些最成功的小说 似乎都以女性主角的愚蠢行为为特征 这些角色在工作中未能展现出普通的尝试 可以推测 这些角色所犯的众多HR违规行为 或者说 被迫去做的行为 是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孤立和经济贫困影响的反驳 然而 阿拉姆的写作在讽刺美国企业时达到了巅峰 商务休闲的男人如同鸽子般 蜂拥而至 这种讽刺的风格使 权力成为一部精明而引人入胜的作品 让人不禁想起《时代精神》这个词应该专门用来形容这样的作品 这个秋冬 无论你是喜爱自然探险 厨艺故事 还是社会讽刺小说的读者 这三本书都将是你书架上的珍藏 趁着预购优惠和发行热潮 现在就将这些书添加到你的购物车中 准备好迎接这个冬天的阅读盛宴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乔治·杜雷尔的一作自传 《我和其他动物》即将出版 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杜雷尔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 他的故事和经历 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启示 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一窥这位伟大自然学家的生活点滴 这将激励更多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事业 再者 这本书的出版恰逢杜雷尔的百年诞辰 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让我们可以重温它的伟大事迹 并向它致敬 哎呀 楚天书 难道你忘了现在可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吗 乔治·杜雷尔的一作自传 真的能引起多大轰动 年轻人都忙着刷TikTok 看YouTube 谁还愿意花时间读一本厚重的自传 再说了 他的故事再怎么感人 也难敌现在这么多网红的狗血剧情吧 要吸引现代人的注意 杜雷尔还是多来点搞笑视频和网红联名款吧 谢琪琪 你这观点也太狭隘了吧 虽然现在的却是资讯爆炸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关心深度的内容 相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和重视自然保护问题 看看我的家庭和其他动物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 每次播出都能引起热烈反响 杜雷尔的故事有真实的力量 这不是网红狗血剧情能比的 而且英国公主安妮为这本书撰写前言 这本身就说明了她的分量和影响力 哼 楚天书 你这种理想主义者 总是高估人们的阅读热情 你说的没错 杜雷尔的故事确实感人 但感人和受欢迎是两回事啊 你看Inergarten的回忆录 当运气来临时要准备好 那可是预购就享受35%折扣 还成了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代人更喜欢轻松愉快 跟生活贴近的内容 杜雷尔的故事在动人 读起来也不如Garten的回忆录 那么让人轻松愉悦 谢奇奇 你这个比喻就像把苹果和橘子比 Inergarten的回忆录当然有它的市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杜雷尔的自传没有价值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受众 两者并不矛盾 杜雷尔的自传是对他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的致敬 而这种精神和价值观是不可替代的 再说了 这本书的编辑是他的妻子李杜雷尔 由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 还有公主安妮的前言 这些都是品质保证 要说影响力 杜雷尔对自然保护的贡献远超任何网红 好吧 楚天书 你说得对 不可否认杜雷尔的贡献 无可替代 他的自传确实是对他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的致敬 但说到底 市场所决定的还是销量和受众 你看Ruman Alam的小说《权力》 那可是既有深度又有市场的好例子 阿拉姆的作品记探讨了种族和经济问题 又不失故事性 这才是现代读者喜爱的内容 杜雷尔的自传 要想在这个快节奏时代脱颖而出 还得靠点运气和市场营销的巧妙手法 否则在高尚的精神也难以普及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